卫生部发布健康SG白皮书并提成给国会在下个月展开辩论 白皮书共有五大特点 包括制定保健护理计划 以及动员社区伙伴等 以帮助国人预防和管理慢性疾病 参与健康SG计划的国人 往后到家庭医生诊所购买特定药物的时候将享有更高津贴 来看记者陈思玄的报道 健康SG拥有五大特点 分别是家庭医生制定保健护理计划 动员社区伙伴 鼓励国人加入健康SG参与计划 以及为参与的诊所提供援助 首先 政府鼓励国人看同一名家庭医生并建立长期关系 参与者将同家庭医生制定保健护理计划 包括调整生活习惯和接种医生建议的疫苗等 首两年国人可更换四次医生 随后每年只能够更换一次 参与者可按照计划参与各种社区活动强身健体 然后通过健康365应用程序来记录活动量 接下来 他们将同医生更进并讨论保健护理计划 一般上患有慢性疾病的国人 一年需要复诊两到四次 为鼓励更多国人参与健康SG计划 参与者第一次问诊时可享有免费咨询 赚取积分 他们还能够参与更多的社区活动 而乐林康乐中心也将扩大服务 包括为年长者提供生命体征监测服务 另外参与者的体检和疫苗接种将免费 参与者使用保健储蓄户头进行慢性疾病库里时 无需支付15%的共同承担额 预防肾移治疗并从前中医 每一个人要有一个医生或一个诊疗所 让他对你的健康情况就能够疗如指掌 你就更能够保持健康 听了很多人的反馈 所以我们这个新的这个部分 查的津贴部分就能够确保 你在私人医生买药的时候 它的价钱就差不多跟政府诊疗所一致 健康SG计划也将让国人更容易地参与社区伙伴的活动 这包括有氧运动 球类运动 社区花园活动以及烹饪课等 因为我们要预防性治疗的时候不是吃药 而是改变我们生活方式 要睡得好 吃得对 要有运动 要有社交 要有朋友 我们就能够保持健康 政府估计明年下半年开始 率先邀请60岁级以上的人士参与计划 那接下来两年才邀请40到59岁的人士参与 那政府强调健康SG是一个长期和多年的计划 那可能也许需要8到10年的时间 才会看到初步的成效 也就是更健康的人口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选报道 集团 集团 集团